大家好,中国的人口数量已经达到了14亿 其实我们也不难发现,在中国很多地方还是比较拥挤的 特别是每到节假日的时候,我国国内的火车站、汽车站、飞机场等一些地方的客流量是最大的 所以很多人都会埋怨,中国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口呢? 那么今天就让我们试想一下,如果中国人口从14亿彻底减掉一半 剩下7亿人口会造成怎样的结果呢? 一、购房压力比居住环境 首先,我们想到的肯定是中国的房地产 因为房子已经成为了绝大部分人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很多人活了一辈子,都在为了买房和还房贷奋斗着 那么,如果中国人口只剩下7亿 那么中国的房价也会蹭蹭往下降 甚至还会出现房价再便宜也没有人购买的现象 相信这也是很多人都很期待的吧 二、就业竞争比就业选择 再者就是就业问题 现如今,社会给人们的压力越来越大 对人才的要求也是越来越高 满大街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 甚至就连研究生也都无法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 就算可以找到,但薪资待遇上根本无法维持生计 因此,随着人口的减少,在工资方面也会大大提高 人力资源的缺乏会让劳动力越来越值钱 要知道,中国的占地面积位居世界第三 随着人口的减少,在中国很多地方将会变成废墟 绝大部分人都会集中在一线和二线层市 这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其实,我们也非常清楚 一个国家的发展和人口数量的多少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亲爱的老铁,你们认为是这样吗? 感谢关注,欢迎下方留言 好了,我们下次再见 感谢关注,欢迎订阅 赞 欢迎订阅